A.S.E.P.4666 A.S.E.P.4666異常特性的性质和极限仍然未知 但它似乎能在瞬间前往北纬40度以备的任何地方 且可能还包括地球上任何地点 A.S.E.P.4666的活动只在每年的12个连续夜晚发生 从12月21日、22日夜晚持续到1月1日、2日夜晚 这段时间被称为A.S.E.P.4666的活动期 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被称为Wesnack事件 A.S.E.P.4666会出现在北纬40度以北的一个或多个住所内 在所有已知Wesnack事件中 住所都符合以下特征 是孤立的三村地点 住有的家庭内有至少一名8岁以下儿童 其所在地区会在事件期间持续复学 Wesnack事件大略有以下过程 第一到七夜 家庭内的儿童看到S.E.P.4666在其住家周围 实体一般被观察到从远处注视住家 部分案例中 儿童宣称在夜里醒来后 看到S.E.P.4666在窗外注视他们睡眠 第八到十一夜 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听到罗顶有叫呼声 在住家内也频繁注意到恶臭 他们不会发现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 最后父母通常会开始怀疑家里遭人陷入 甚至认为住家在闹鬼 第十二夜 在此夜会有以下两情景之一发生 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情况 是S.E.P.4666杀死家中全部成员 剩下一名8岁以下儿童被其接走 S.E.P.4666会在家庭成员睡眠时 施加伤害令其无法活动 再将全体受害者突入一间房间内 在他们彼此注视下秩序杀人 杀人方法随事件刻意 一般伴随某种形式的折磨 似乎有某种仪式性的目的 第二种情况只占约15%的一只威斯纳事件 此时S.E.P.4666不会伤害这家人 家庭成员报告听到夜里有脚步伤在家中 但没有发现玻璃闯入痕迹 早上儿童会在长角发现礼物 是有人类儿童失海制成的粗糙玩具 称为S.E.P.4666A 2018年1月2号 在威斯纳事件 06-0198结束后 于阿拉斯加州霍纳的一处住宅内 发现多个S.E.P.4666A个体 这之中有S.E.P.4666A-0960 唯一粗糙真人大嫂的人偶 以一名女童受弱身体制造而成 在这家人进行检查时 发现被制成人偶的儿童仍然存活 但失去意识 警方接到通知后 将该儿童空运送往阿拉斯加州诸诺市的 巴特雷地区医院 他在这里存活了18小时 基金会特工出动 得以对对象进行采访 由采访的内容可以推测 遭绑架的孩童 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玩具的制作 这些孩童遭受虐待 并可能成为S.E.P.4666的食物 但孩童无法再进行玩具的制作 便会被制作成玩具 S.E.P.3063的外表 是生理上无异常的成年雄性佳营 具心灵感应 现实扭曲能力 目前认为 在任何时间只存在一个S.E.P.3063个体 但尚未得到确认 当其受到足以杀死一只普通家营的伤害时 其当被视为被摧毁 之后S.E.P.3063将在地球上的另一处显现 目前还不知道S.E.P.3063是一个全新的个体出现 或者是居住在现有家营的身上 S.E.P.3063唯一的目的 是与一个人类个体达成协议 协议的条款差异很大 但几乎总是涉及到S.E.P.3063以一个未知的代价 为此人提供他极度可求的单一事物 包括大笔金钱 其他人的爱 政治权利和现实扭曲能力 据推测 S.E.P.3063能读取其目标的想法 来为该个体提供适当的事物 当此人接受协议 S.E.P.3063将立即燃烧死亡 此时 此人将收到他被承诺的事物 如果他不接受 S.E.P.3063将继续试图用更大的报价来诱惑他 直到他接受或S.E.P.3063被破坏为止 如果S.E.P.3063被破坏 更多的S.E.P.3063将继续与他联系 直到他同意协议 S.E.P.3063的协议签订那一刻起 经过2376天后 受影响的个体会经历炉价过程 几乎所有已知的双织木物种的受精卵 将会出现在受影响个体的肺 咽喉 胃 肠 鼻痘 耳道 直肠 尿道 和肌肉组织中 中卵的数量通常在5000至20000之间 但会自然孵化 所产生的区域将开始消耗 受影响个体的组织 3-14天 以脱离该个体的身体 这段时间过后 驱虫将化咽秀敏 2-6天内 咽将成为成虫 新出现的银将继续消耗它们的宿主和繁殖 直到宿主受到足够伤害而死亡 这通常需要1-5个星期 并且已知可以生产超过5000万个单独的银 当受影响的个体死亡时 其余的银将停止繁殖 并进入休眠阶段 它们最终将因饥饿而死 ASCP-3063的新个体 将在受影响个人死亡后不久出现 受影响的个体在几乎整个过程中都保持意识 造成巨大的痛苦 大约70%的受影响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自杀 过程中产生的苍蝇已被确认完全无异常 如果受影响的个体在此过程的任何时间 或前2376天内死亡 该过程将停止 苍蝇死亡 除了个人的死亡之外 没有与之的方法能避免此过程 你有听到嗡嗡声吗 那么的安静 那么的恒定 在偏远的房间里 脂肪微不足道的跳动 你有听到我吗 你有听到我来了吗 我来了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为了什么 你愿意付出所有 我知道 这时间或许不是很长 但神 对一只苍蝇 那就是永恒 值得吗 你无法决定 但你心底的一部分 那深深刻试着你的部分 认为就可能值得了 你有听到吗 你有听到嗡嗡声吗 SCP-2852的外貌 是一位中年白月男性 生理上 SCP-2852的细胞和人类 在基因上一致 个体并不具有任何可辨识的内脏器官 它的身体完全由肌肉纤维组织组成 其毛发 牙齿 类似蝉科动物产生的既定质 SCP-2852个体的眼睛从远处看没有异常 但其实只是被放在眼眶中 没有任何神经与知连接 SCP-2852个体能说话 但并无声带或类似器官 也没有熟练掌握语言 说话时总是语无伦似 尽管如此 所有参与SCP-2852发生事件的人员 都会认为该个体在正常说话 并会如常代之 除非在之前就对其介绍过该个体的异常 SCP-2852被描述为爱开玩笑 但幽默感很差 所有受SCP-2852事件影响的人员 都会称其为 强依表哥 尽管具有感知力 SCP-2852个体似乎不具智慧 SCP-2852个体会出现在各种天主教 或英国国教的宗教型家族聚会现场 并被视作家庭的已有成员 SCP-2852个体会被无视种族 或家族相似性的接受 实体会出现在受洗 婚礼 葬礼现场 分别称为 蓝籍 白籍 黑籍事件 当前SCP-2852个体尚未被发现 出现在其他类型的家庭聚会上 SCP-2852与蓝籍事件中的影响 在受洗儿童、儿童父母 及被权的教父母身上 体现最为强烈 尽管传统上 只有一男一女两名教父母 SCP-2852会作为第三名教父母 直接参与过程 除多出第三名教父母外 蓝籍事件会如常进行到 儿童末入圣水中 这之后 该儿童的最外景皮肤 会被完整剥离 如同褪皮一般 这一过程 似乎不会对儿童造成严重伤害 教父母会共同使用退下的皮肤 之后一切恢复正常 SCP-2852才会随家庭离开 受洗儿童在接下来6个月内 有明显较高的死亡率 从后下来的儿童 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格障碍 甚至会出现迫害性举动 包括自残、虐待动物和虐待儿童等 参与医师的教父母 和受洗儿童的生父母 都会患上不孕症 并在拦极事最后的5年内自杀 一般是以自逆的方式进行 所有参与进受洗仪式的人员 都有效果几率出现死产 原人生养后代的父母 也极有可能抛弃后代 有时甚至会放任自己的子女死亡 在婚礼中 ISCP-2852会扮演伴郎角色 在交换戒指后 ISCP-2852会拿出工具 让伴娘和伴郎一颗颗的拔下自己的牙齿 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不会感到痛苦 失血也不会发生 这些牙齿会被交给新郎新娘 并被其吃下 白季事件中的结婚夫妇 会在平均两年后离婚 原因一般是家庭暴力 任何婚生子女都会患有原格障碍 或是危机生命的先天气形 参与事件的婚夫妇都会出现不孕 儿童会主动避免恋爱 九成会在18岁时自杀 近半的自杀者会拔掉牙齿 让血液堵塞气管 另一部分则会咬伤自己的手腕 放血自杀 在黑棋事件中 ISCP-2852会以赞颂者身份出现 其演讲没有意义皆与具混乱 然而在他说话时 离死者最近的人员会打开棺材 并拿出一把刀 这名人员会用刀和自己放血 一般是切开手腕 但有时也会切开自己的喉咙 之后其他所有参与者 会两人一组的 轮流到棺材前自杀放血 ISCP-2852的谈话最终会变成禅叫声 所有参与者会以同种叫声回应 ISCP-2852会站在讲台上 等待所有参与者完成放血 之后他会走向棺材 向其中吐出一堆血 木浆和禅尸体的混合物 在这之后 参与葬礼的人员会恢复正常 装满血液和ISCP-2852 的棺材会被送往公墓 黑子时间一般到此结束 如果家族聚会在葬礼后举行 ISCP-2852也会出现 ISCP-2852会在所有受影响人员到场后 往一个碗里吐出之前类似的血 木浆和禅尸体的混合物 这些呕吐会被受影响的儿童们分食 这之后 ISCP-2852也会进行一次无法理解 与无伦次的谈话 脱光自己并躺在桌上 参与者会将ISCP-2852的身体 全部吃光 不留参与 即使承受足以致命的伤害 ISCP-2852仍会继续发生 参与者会在吞噬 ISCP-2852的过程中 与其进行友好谈话 无力咀嚼大坏事物的儿童 会被其监护人嘴对嘴为食 所有黑级事件参与者都会因自杀 搬家或离婚而与其家庭分离 所有参与者皆会不孕 黑级事件参与者进行的家庭暴力举动 一般会包含食人行为 造成一到两人死亡 十分之六的儿童会在18岁之前 杀死自己父母中的一人 当前有理论认为 第一级人员中三分之一的天主教 英国国教信徒 为黑级事件参与者 ISCP-2774是包含 ISCP-2774A的一切媒体 ISCP-2774A唯一未知人行尸体的魔影性图像 该人行尸体穿着树染服装 观看ISCP-2774后的40到100小时内 受影响者将开始丧失使用认知功能 或做出高级决定的能力 每24小时只会有约150秒能恢复能力 此间隔随即发生 在受到ISCP-2774A的影响后 受害者似乎仅会以肌肉记忆活动 反应也会变慢 他们会变得被动并顺从他人 愿意回应基础问题并服从指示 但缺乏情感 虽然表现唯有意识 受害者并不能在这期间 以任何方式控制自己的行动 在进入150秒的清醒阶段后 受害者会变得极度焦躁和害怕 并可能会在清醒期间 做出非理性行动 这些受影响者声称 对没有认知功能的时间段 有完整记忆 但无法以任何方式 理解自己的行动 或影响自身行动 在最初恢复认知能力后 大部分人会对永久处于重状况 表现出恐惧 在多感染力中 受害者在身体自动活动时 观察到了SCP-2774A的幻觉 从对受害者的访谈内容中 可以得知他们似乎能看到SCP-2774A在坚实着他们 并认为其有能力控制他们的行动 SCP-106是一个老年人型生物 通常有着高度腐烂的外形 它的外形经常发生改变 但腐烂的特性一直存在 SCP-106并不灵敏 并且会不动地等待猎物 SCP-106可以攀登任何垂直表面 并上下倒挂着 SCP-106常通过攻击主要器官 肌肉组织或者腿部来将猎物无力化 接着将残疾的猎物拖入它的口袋空间中 SCP-106喜欢将10到25岁的人类作为其猎物 SCP-106能够对其碰触的固体导致一种腐蚀效应 在碰触数秒之后导致物质的物理性崩溃 材料会被观察到生锈、腐朽和最终崩溃的过程 并且会创造出一种黑色的 像粘液一样类似于包裹着SCP-106的物质 这种效应对于生物特别有害 被认为是一种消化前行为 这种腐蚀效应将会在碰触之后持续6个小时 SCP-106能够穿过固体物质 在它身后留下一大段的腐蚀性粘液 SCP-106能够消失在固体物质中 进入一种被假定为口袋空间的物质之中 SCP-106接下来能通过任何与它最初进入的固体物质 相连的固体物质出去 例如进入房间的内墙从外墙出去 进入一堵墙壁从天花板离开 却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是SCP-106原型的关键 或者说只是它制造出来的巢穴 SCP-106看似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休眠 在该阶段之中 它会完全不动最多三个月 这已经被证实是一种哄骗策略 SCP-106会从这种状态之中 转换成一种十分好战的状态 并且会攻击和绑架人员 对于其收容间和站点造成大量的伤害 SCP-106的捕食行为似乎是有欲望驱使的 而不是饥饿感 SCP-106会在一次搏略之中攻击并收集数个猎物 长时间在它的口袋次元之中保持活着的猎物 SCP-106没有表现出个被确定的期限 并且在一次捕猎行动之中 会猎取随机数量的猎物 对口袋次元的记录显示 SCP-106会与猎物玩耍 并且表现出可以控制那个次元中的空间 时间 以及知觉 以上就是五个最恐怖的SCP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每个人对恐怖的感受度不同 大家也可以留言讨论 什么是你觉得最恐怖的SCP 其实做这个影片只是因为SCP-106做了图片的更新 我很喜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的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